当我们谈论灵性成熟时 我们不是在讨论达到某种宗教或者学的极致 而是在谈论一种深刻的内在转变 如果时候到了 心就像水果一样开始成熟 变甜 我们将会度过青涩 艰难的成长期 从外在形式的追求 信仰 转变为安住于内心的无尽奥秘 这种转变的第一个特质 就是非理想主义 当我们探索灵性的旅程时 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被某种理想主义所吸引 这种追求完美的态度似乎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但真正的灵性成熟 其实与理想主义背道而驰 成熟的心灵是不会迷恋于完美主义的 它不会盲目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理想世界 也不会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瑕的存在 这样的心灵明白生命的美丽恰恰在于它的不完美 在于那些不规则 不完整 甚至有时是混乱的部分 在非理想主义的观点下 灵性生活不再是一场寻求成果或成就的追逐 它不是关于得到什么 或者达到某种精神的高度 相反的 灵性生活变成一场关于爱与自由的探索 它教导我们如何在现有的一切中找到平静和接纳 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不再被完美的标准所困 我们的心灵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了对完美身材完美人格或完美生活的渴望 我们将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这样的视角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非理想主义的灵性意味着放下那些对于应该是的坚持 它意味着接纳生命中的一切 无论是好是坏 当我们学会放下对完美的追求 我们开始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学会拥抱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 无论它们看起来如何 这种接纳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内在平静 当我们不再追逐那些遥不可及的理想 我们就能更加集中于当下 享受眼前的生活 我们开始体验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成就 而是来自于对生命本身的深刻理解与接纳 这种心灵的成熟 也让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 能够更加坚韧不拔 因为我们知道 不完美不仅是可接受的 它甚至是必要的 它是成长的一部分 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同情心的过程 在这样的视角下 我们对于老师和开悟的看法也会有所改变 我们不再将它们视为某种超脱俗世的完美形象 而是将它们看作是路途中的向导 它们与我们一样 也在自己的路上寻找和探索 这样的灵性观点也会让我们对于周围的世界产生一种更深的同理心 当我们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努力生活 都在面对自己的挑战时 我们就更能以一颗开放和慈悲的心去对待它们 第二个特质 仁慈 仁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 它不仅是对他人的善意 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接纳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如何以温柔和慈悲的态度 对待自己和他人 仁慈的根源在于理解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所有人都有过错误和失败的时刻 都有自己的恐惧和不安 真正的仁慈是在接受这些不完美的同事 仍然对自己保持温柔 当我们对过去的无知或错误感到羞愧或内疚时 仁慈提醒我们 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 没有必要为了弥补过去而折磨自己 也没有必要通过严苛的自我审判来寻求救赎 你不需要当好人 你不需要用双膝跪行 穿越一百里的沙漠 表示悔改 这句话深刻的揭示了仁慈的本质 它不是关于自我牺牲或自我惩罚 而是关于接受自己的本性 让自己的本性自由地表达和爱 仁慈是一种从内而外的爱 它来自于自我接纳和自我尊重 当我们学会以慈爱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们也同时学会了如何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他人 这种慈爱是温暖的阳光 能照亮我们心灵中最黑暗的角落 它帮助我们疗愈过去的伤痛 克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让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生活 在仁慈的光芒中 我们开始理解到 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旅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和困难 这种理解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和挣扎产生同情 并愿意伸出援手 当我们拥抱仁慈时 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我们不再是彼此竞争的对手 而是同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成长和幸福的伙伴 我们学会了尊重和珍惜每一个生命 无论他们的形式如何 仁慈还意味着宽恕 宽恕自己的过去 宽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它是灵性成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宽恕 我们释放了心中的怨恨和愤怒 让自己的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仅让我们感到更加轻松和快乐 还使我们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挑战 仁慈也是一种力量 它让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弱点 有勇气去爱 即使爱可能会带来痛苦 它让我们敢于真诚的面对自己和他人 不畏惧真实的自我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开始发现 仁慈并不仅仅是对他人的善意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行动 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第三个特质 耐性 这不仅是一种等待的能力 更是一种深刻的内在承诺 一种对于时间和生命过程的深刻理解 成熟的灵性意味着理解到觉醒 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达成的 它需要经过许多季节和周期的淬炼 就像大自然的变化一样 缓慢而持续 这种耐性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特定的结果 或达成某项成就 佛陀所提到的修行十万大劫 并不是指觉醒需要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 相反 它强调的是觉醒是一种超越时间的状态 一种无论处于哪个时间点都能够体验的内在觉知 在这个过程中 耐性让我们学会以爱和耐心去开启自己 进入那些只有在沉静中才能触及的生命奥秘 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探索 一种内心的旅程 耐性也是一种放下对理极结果的渴望的过程 它教导我们欣赏每一步的旅程 而不仅仅是目的地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欣赏等待中的美好 学会了在不确定中找到平静 成熟的灵性也反映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 当我们拥有耐性时 我们不再焦急于追求快速的变化或瞬间的启示 相反 我们开始珍惜每一个当下 了解每一刻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耐性还意味着学会在困难和挑战中保持平静 当面对人生的风暴时 耐性就像是一个内在的猫 帮助我们保持稳定 不被外在的波动所动摇 透过耐性 我们也学会了深层的感恩和宽恕 我们学会感谢生命中的每个经历 无论它们是愉快还是困难的 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宽恕自己过去的错误和不完美 以及宽恕他人 在耐性的光芒中 我们开始体会到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意义和价值 我们不再急于跳过当下 而是学会沉浸于每一刻 从中学习和成长 耐性也是一种对生命深刻的信任 它是对于生命过程的信任 对于我们所走的道路将会带领我们至所需之处的信任 这种信任是建立在深刻的内在觉知和对生命的了解上 第四个特质 活在当下 这不仅是一个概念 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佛陀曾说 只有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 带着他的心 才会看见舒服和苦难 也只有在此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 这句话深刻的指出 真正的觉醒和灵性的成长发生在当下 意味着我们的觉醒发生在此时此刻的生活中 在产宗传统中 有句话说得好 狂喜之后就是洗衣做饭 这表示灵性的成长不仅发生在超越的经验中 也同样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中 灵性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我们达到的超常意识状态 或超凡的心灵经验中 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如何转化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和慈悲 这些经验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本身 而在于它们如何促使我们转而关注自己在人世间的存在 以及在人生中增长智慧 深化慈悲的能力 活在当下 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的参与生活的每一刻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在特定的灵修时间 或在某些特殊的经验中觉醒 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保持觉醒的心态 这种活法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瞬间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深刻的意义 无论是洗碗 走路 还是与他人交谈 每一个行为都成为了灵性成长的机会 活在当下也意味着我们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变化 当我们学会在变动中保持平衡 我们开始体会到每一刻的新鲜和独特 在这种生活方式中 我们开始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 当我们不再被过去的经验或对未来的担忧所束缚时 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体验当下 更加深刻地与生活连结 活在当下也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小确性 当我们专注于当下 我们开始注意到那些平常可能会忽视的美好瞬间和细节 此外 活在当下还能够增进我们的感恩和宽恕的能力 当我们专注于当下 我们更容易欣赏生活中的好事 并且更容易原谅自己和他人的过错 探讨灵性成熟的五大特质 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且同样重要的特质 整合而体正的神圣 在这个特质中 整合意味着我们不再在生活中制造人为的界限 不将神圣和平凡划分开来 而体正则是指我们在言语和行为中真正的实践灵性 否则 我们所谓的灵性便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 整合而体正的灵性修行是全方位的 它包括我们的工作 爱情 家庭生活 以及我们的创造力 这意味着我们的灵性不是某个特定时刻 或特定场合的产物 而是贯穿我们整个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种理解下 个人生活和普世真理变得密不可分 每个人的环境 经历和挑战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灵性生活的普遍真理 只能在个人特定的环境中实现 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无论多么平凡 都是我们灵性实践的一部分 将灵性整合到日常生活中 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想 言语和行动需要一致 当我们的内在信念和外在行为不再有差距时 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灵性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鼓励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实践那些普遍的灵性真理 无论是在职场上的专业行为 家庭中的相互关怀 还是在创造力的表达中 我们都能找到灵性的体现 整合而体症的灵性也让我们学会在各种情境中保持觉醒和意识的清晰 这不仅仅是在冥想或静坐时 而是在与家人 朋友 同事交流时 甚至是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 透过这样的实践 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我们开始体会到 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互动都是我们表达和实践灵性的机会 此外 整合而体症的灵性还让我们认识到 真正的灵性生活并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深入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将灵性的智慧融入日常生活中 在这样的生活中 我们开始体会到灵性的真谛不仅仅是超越的体验 更多的是在人间经历中的觉醒和成长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 每一个行动都成为了我们表达和体现灵性的方式 当我们谈论灵性成熟时 非理想主义的灵性生活教会我们的 是如何在不完美中找到完美 它教会我们在混乱中找到和谐 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安定 此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基石 是我们与自己和周围世界和谐相处的关键 让我们在这个灵性旅程上 不断地培养和加强这种仁慈 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耐性不仅是对时间的理解 也是对生命深刻的欣赏和尊重 活在当下不仅是一种觉醒的状态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全然的参与 最后整合而体正的神圣是关键 它不仅仅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 更是我们将灵性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 让我们在灵性的旅程中 不断学习如何更好地整合和体现我们的灵性 使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灵性成长的真实反应 常言道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